今次我们请来旅游节目达人KOL兼创业家谢莉 平时注重健康饮食的她 对于健康饮食的认识又有多深呢? 香港营养师协会会长兼降低食物中盐和堂委员会 非官方委员邮情Danica 就会透过以下的问答环节 看看Jerice是什么等级的健康饮食达人 我平时除了喜欢做运动之外 都很注意饮食健康 我之前经营的茶店也有提供低糖的饮品 希望大家除了环保之外 都要注意多些健康的饮食 所以对于今次快问快答的挑战 一定没问题的 第一提例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 以每日摄取2000千卡能量的成年人来说 每日的糖分摄取量不应该超过多少克 A 30克 B 40克 C 50克 D 60克 B 香港人最喜欢喝的柠檬茶又有多少糖呢 这次没有选项 就看你估计有多接近 我平时都很喜欢喝这类型的柠檬茶 我估计一包有16克 乘以差不多 正确答案应该是34克 真的不要看笑这包东西 一包就34克 喝两包就已经超出了每日的上限 看来都每日喝少一点才行 没错 那又再考考你了 下一题 这次我有一瓶小糖的奶茶 他说自己是小糖 是否代表任不喝都可以呢 你这样问的当然不是 不过我觉得小糖比不减糖好 对的 市面上一般的预先包装奶茶 每100毫升就有7克糖 含糖量非常之高 而这一瓶小糖的奶茶 虽然他已经减了30% 但其实他每100毫升都还有5克糖 所以如果喝完整支500毫升的话 不觉不觉就会摄取了25克 即是一天的quota是一半 还有我们喝冬饮的时候 我们未觉的敏锐性会降低 所以有时喝起来 好像不是很甜的时候 都不代表糖分低 那我真的要少喝点为妙 好了 见关于糖的东西你都懂一点 不如我又考你关于盐的问题 放我马过来 好 给题二少少你先 你知不知道食品的营养标签上面 有什么字眼是和盐的含量有关的呢 当然知道 纳 没错 一克的纳质就等于2.5克的盐 根据世卫的建议 成年人每天不应该摄取超过5克的盐 即是大概一瓶茶匙左右 一茶匙就已经超标 还没计算我平时用开的豉油和酱料 以后煮饭都要加少调味料才行 下一题 香港人有饮食中摄入纳质的最主要来源是 A 零食 B 豉油和调味料 C 汤 D 加工食品 应该是B 或是C 二分之一机会的话我选B 二分之一机会都被你撞中了 另外提一提 因为送汁最主要都是由豉油和调味料炮制而成 所以平时出街吃饭的时候 要记得叫小汁或者汁令上 即是平时我喜欢用汁拌饭 已经不经不觉 摄取了好多纳 是的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尽量少点拌汁 因为始终长期摄取过多的纳质 是会增加我们幻想高血压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也可以在这里再分享多些 刚才说到 虾油和调味料是纳质的最主要来源 其实紧接着还有汤 接着就是加工肉类 就像我们平时大家都很喜欢吃的火腿 香肠和午餐肉等等 所以大家都要留意 好 来到最后一题了 考下你 全香港最少有多少间小盐小糖的食店呢? 我最近经常出街吃饭 都会见到餐厅门口贴着小盐小糖的logo 我猜有1000间的 都非常接近 这分给你了 其实正确的答案是超过1100间的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食市 为市民的健康饮食出了分力 等我们出街吃饭的时候 都有小盐小糖的选择 咦 比我想像中多 看来以后都要留意多些小盐小糖的logo 今天的问答环节就来到这里了 我觉得你其实已经成功晋级 去到达人的水平 恭喜你 不过要记得 健康饮食是要持之以行的 所以我们大家要一起加油 原来减盐减糖 都有这么多我不知道的小知识 所以以后是在家煮饭 除了要小盐糖之外 出街吃饭 都要多光顺小盐小糖的餐厅 健康饮食 你和我都做得到 当然和我都做慈感 然后能速记得满日照 不灯 不灯 我们ền水桧 都要在某质大里